见到第一仙第3029章素叶万魔牌 在命书第一页最强大的神通当属窃命术 施展此术 能够将封禁在命运囚笼中的本命字融入自身 让自己成为与之对应的强者 并且无论是谁都无法堪破任何破绽 比如苏裔以后若踏足天军境 完全可以用窃命术来成为元祖或者集电妖祖 并且能够施展对方的本命神通和战斗秘法 最妙的是哪怕是最亲近的人都识破不了窃命术的伪装 苏裔所遗憾的就在于他那无量境修为 只能妖皇及本命字施展窃命术 要想对妖祖及本命字施展 需要修为达到天军境 试想若能做到这一步 在刚才的厮杀中 他完全可以成为集电妖祖 绝对能杀元祖一个措手不及 苏道友 之前我已在纳却祖和白盲妖祖身上留下印记 三个时辰内不会消散 陆鼠妖祖道 你觉得是否要趁现在追杀他们 苏裔摇了摇头 不必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妙 当务之急 是尽早为咱们自己找一个安全之地歇脚 陆鼠妖祖点了点头 敌人已有了防备之心 再追上去 注定会上演一场漫长的追击战 击杀对手的希望并不大 当即 两人返回五彩密捡 而在两人身影消失不久 在这片战场附近 出现了一群身影 这些皆是命运长河中的生灵 奇形怪状 有妖物 有鬼怪 为首的则是一个肌肤惨白 眼眸心红 浑身笼罩在一层黑色煞雾中的黑衣男子 命书的气息 曾在此地出现 看着战斗痕迹 必是有多位妖祖在此地厮杀 这里距离五彩密捷不远 难道战斗的一方 来自五彩密捷 若如此说的话 就合情合理了 传闻中 当年神霄妖祖曾和孔雀妖皇一起去探寻万劫蜜月 而命书疑似就在神霄妖祖手中 战场中有命书的气息 这绝对不会有错 这些生灵彼此传音对谈 很快就推断出许多线索 此事 必须得尽快禀报给灵照摩帝大人 为首的黑衣男子 做出决断 灵照摩帝 被困在寂灭境遇中的一位恐怖存在 恶业命魔一脉的一位主宰级人物 当天 命运长河最深处 寂灭境遇 嘿 暗般的水流中 漂浮着一座黑色宫殿 殿宇内 灵照摩帝坐在一张由无数古骸雕弃而成的巨型座椅上 衬得他那修长曼妙的身影 净显威夷 一盏由九幽婆娑花链制而成的血色灯笼 高高悬挂在座椅后方 洒下的暗红色光泽 让灵照那精致如妖的美丽玉蓉 浮现一抹诡异的红 他已收到命书再次出现的消息 因其 来本作的宫殿一趟 灵照摩帝指尖一条 一缕光艳 凭空掠出大殿 片刻后 大殿外响起一道破空声 一个身材高大瘦削的男子 大步走进了殿屿 属下殷奇 拜见大人 男子躬身扶手行礼 声音枪枪如刀锋摩擦 冷力射人 他身着血色衣袍 腰缠金玉带 面孔冷俊如岩石 眉目之间 同样烙印着一个触目惊心的球子 这 代表他 同样来自恶业命魔一脉 命书疑似又出现了 灵照摩帝开口 一下子 血袍男子因其谋战害人的血光 吃惊道 这岂不是说 那消失万古岁月的命官又回来了 不 这次的命官疑似换人了 还未真正掌握命书 灵照摩帝道 否则 这寂灵禁欲发生的巨变 怕是早引起当初那个命官的注意 换人了 还未真正掌控命书 殷其一下子明白过来般 眼眸发亮 大人 这岂不是意味着 我们有机会去杀了那个拥有命书之人 这就是我来找你的目的 灵照摩帝道 如今 这寂灵禁欲的封印 出现了一些裂痕 虽然远远不足以让我们命魔一脉逃出生天 但凭我的力量 付出一些代价 倒也有一定的希望能把你送出去 说着 他名谋如电 看向殷其 可愿意意识 殷其 恶业命魔一脉 性情最沉稳 站立最强的一个绝世凶人 以他的战力 足可胜过大多数妖族 愿意 殷其不假思索答应 灵照摩帝 从那一张骨骸座椅上起身 以俯瞰之姿 看着远处的殷其 淡淡到要离开寂灭境遇 会无比危险 我也不敢保证 是否能成功 你可要想清楚 殷其微微一笑 大人放心 生死有命 一切后果 自有属下一人承担 这是我祖所留的命运祖器 素叶万魔牌 自此以后 由你来执掌 灵照摩帝掌心一番 将一个血色玉牌 隔空抛给殷其 殷其虎去一阵 双手接过 冷峻如岩石的眉宇间 破天荒地 浮现出一抹激动之色 素叶万魔牌 恶业命魔一脉之强的四件命运祖器之一 此宝极为诡异神秘 可照出世间万灵性命中纠缠的素叶 从而窥破对手的心境破绽和秘密 如此便可趁机而入 杀敌于无形 素叶便是世间生灵身上的因果 业障和因缘 比如人心执念 孽缘 业障 罪迁 看似无形 实则一直存在着 只要被人窥破 就能加以利用 而素叶万魔牌 就能做到这一步 甚至 对手都不知道 自己身上的素叶有多少 而素叶万魔牌 则能够全部洞察 除此 素叶万魔牌上 传课有天道九翅之一的万象翅令 这种大道翅令的力量 更是神异无比 专门针对敌人身上的素叶 在杀敌时 让敌人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 陷入素叶牢狱 从而让心境彻底沦陷 彻底走火入魔 这就是素叶万魔牌的恐怖之处 如今 能够执掌这样一件大杀器 让殷奇如何能不激动 你可要当心 若能活着离开寂灭境遇 先去查探清楚情况 再去行动 灵照魔地语气清冷 一定要谋定后洞 莫要贪功冒进 我之所以挑中你去执行这个任务 就是看中了你的性情 最为沉宁冷静 胸有沟壑 可千万别让我失望 因其心中一灵 整个人瞬息冷静下来 道 大人放心 属下毕竟遵法旨 不敢有丝毫怠慢 灵照魔地点了点头 切记 那人哪怕还未真正掌控命书 但既然能够拥有命书 必然是得到了命书认可 是命书选中的人 若找不到对付他的机会 宁可放弃行动也不能去冒险 是 因其心中愈发凛然 意识到此次行动的意义所在 我们命魔一脉 从最古老的年代 就一直是命官的宿敌 灵照魔地轻声道 在那时候 我足不知多少先被 惨遭命官镇压拘禁 连我族也一直被困在这寂灭境域之内 当了万古岁月的阶下囚 而今 一场从未有过的巨变正在发生 用 不了多少年 我足便可打破寂灭境域的封印 重获自由 再度吸卷命运长河 我可不希望 在这之前 你身上出什么差池了 说吧 他迈不朝大殿行去 跟我来 我现在就送你离开 五彩蜜剑 什么 元祖和吉殿妖祖被镇压 雀祖和白芒妖祖逃了 得知这样的喜讯 正在养伤的神霄妖祖 和孔雀妖黄等人 都不禁露出难以置信之色 不错 这是真的 陆鼠妖祖把战斗经过一一说出 并未隐瞒 一时间 众人心潮起伏 难以平静 我总算明白 命书为何会被是 坐命蕴长河中的 无上禁忌之宝了 神霄妖祖感慨 古来至今的岁月中 只找命书的命官 号称可主宰命运长河中 一切生灵的命运 可这终究是传闻 因为别说是命官 就连命书 已经和太久太久不曾出现过 故而 人们对于命书和命官的了解 几乎完全基于想象 而现在 神霄妖祖 孔雀妖黄他们 见识到了命书的禁忌和恐怖 也才意识到 任何想象在命书的真正 未能面前 都显得很苍白和可笑 苏大人如今仅仅只是 无量镜而已 可自此以后 都已经可以无拘妖祖了 星蝉子很唏嘘 也为自己当年第一个战队 苏义尔沾沾自喜 苏大人 这次要闭关多久 孔雀妖黄问 苏义返回后 就第一时间闭关 说是要疗伤 三天 陆鼠妖祖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 三天后 我们就离开 去寻找一个安全之地 欺身 这五彩秘境 已成是非之地 不能再呆了 还好 命运长河无尽浩瀚 要找一些人际罕至的地方 绝非什么难事 不过 这件事 陆鼠妖祖 需要和神霄妖祖商谈一下 最终敲定一个落脚之地 至于苏义 根本不必指望了 他对命运长河之下的情况 完全一知半解 故而当起了甩手掌柜 此刻的他 的确在疗伤 之前和极电妖祖的一战 他被那血色大王捆腹 伤痕累累 除此 施展口寒天献神通和玉命术 对心静蜜力的消耗也极大 需要抓紧时间恢复 不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